欢迎来到历史课站,我是美丽 一到春节,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 其实还有一个民俗被我们忽略了 就是贴门神 门神界的开山鼻祖就是申书和玉旅 不过要说流行最高,粉丝最多的门神组合 非秦琼、玉池公二人莫属 自唐朝以后,这两人就成了春节大门上的钉子户 而且秦琼和玉池公守的是前门 那么后门是谁在守呢? 也是两个大名人,魏征和钟奎 很多人会问了,秦琼和玉池公都是武将 守门还说得过去,魏征是个文臣 怎么也来守门呢? 这就要说到西游记了 在西游记中有一段魏征斩杀金河龙望的故事 金河龙望原本求唐太宗说服魏征留他一命 太宗也答应了 但没想到,魏征却在梦中斩了龙望 龙望气不过,就在夜里来找唐太宗评礼 龙望来到前门,发现有秦琼、玉池公把守 就去了后门找唐太宗 唐太宗不胜其扰 就派魏征把守后门,龙望再也不敢来了 那么钟奎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到这个钟奎,关于他的故事可就多了去了 传说他曾是唐朝初年的一名才子 在科举考试中因为相貌丑陋 被考官歧视,一怒之下钟奎就自杀了 不过虽然死了,但是他依旧想着金钟皇上 所以当唐玄宗受到鬼魂骚扰时 钟奎就在唐玄宗的梦里挺身而出保护玄宗 在得知这位义士的名字后 唐玄宗就让华盛无道子绘制了钟奎的画像 以阵妖邪 到了民间,钟奎和魏征就被凑到了一起 贴在后门上成了门神 其实除了这两对流传最广的门神组合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 还有很多门神组合 比如孙并和庞娟 关于和张飞 马超和马代 李元坝和裴元庆 杨宗宝和穆桂英 岳飞和温穷 娇赞和孟良 徐达和常玉春 等等等等 甚至到了近代 还有人把抗战名将当作门神 期望抗战早日胜利